网易娱乐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莎世曼 还是很开心啊 还是很愉快 他是一如既往的用心 然后也是一如既往的直爽吧 我觉得 他是一个做好自己的一个匠人 没有 哪有破拉呢 他只是可能有时候说话大声一点吧 他是一个直爽的人 说话就直接 说话大声大声的我觉得 但是他是讲道理的 他会骂人 但是不是乱骂 我觉得他是有原则的 也有教养的一个二奶奶 对 之前 我有一点点可以接触到京剧吧 有时候我妈在唱啊 有时候 她会带我去白雪仙 她们那边去看戏的也有 那不多 那但是这一次我能够拍到 冰边不是海棠红这个戏 在里面 在里面我就认识 认识很多关于精细的一些细节吧 可能有些是妆容啊 头发发湿啊 还有她们的漂亮的衣服啊 她们的那个做手啊 什么手绢啊 这些 我觉得很漂亮 我没想到尹真会演得那么的好的 我就很羡慕她可以有这个机会 我希望我下一次也有那个机会 可以做那个画蛋 办那个画蛋妆 太美了 她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很照顾人的 我觉得跟她 对戏是一件挺享受的事 因为她不知不觉 就会把你带进去你的角色里面 还有她很愿意跟你沟通 每一场戏 基本上每一场戏 我们拍之前都会研究一下 跟导演啊什么的 一起聊一下 应该怎么可以把那场戏 表现得更细腻啊 更加的仔细啊 丰富她的那些情节啊 我们都很用心的去做 而且小明哥她 我觉得她的眼神会说话 很多哦 那最深刻的可能是 沙青的那场戏吧 那天是一夜戏来的 然后 我又不能说太多 反正挺伤感的一场戏 对 下了点小雪 很有意境 有啊 那当然有追啊 天天追 呃 还 还 还买了VIP会员呢 呃 呃 CP啊 那当然是我跟二爷啊 也还用说嘛 熟悉 呃 了解 呃 体谅都有 呃 还有放心 安心 因为导演都很熟了 然后呃 呃 导演特别好 特别关心演员的 那种心理状态 呃 每天 因为每天的状态都不同嘛 尤其是演员他 可能 情感上 起伏比较大一点 所以他控制的很好 嗯 贤飞 让我知道我自己演 坏人也 挺坏的 呵呵呵 呃 呃 我没有真正演过一个坏人 呃 他就给我一个机会 我觉得也挺好发挥 但是呃 我觉得坏人不能常演 呃 如果没演过的角色我都愿意去演 呃 最好是 对手不一样啊 呃 所有东西不一样吧 可能 制作啊什么不一样 可以 给我带来 呃 新鲜感 呃 给观众也带来 不同的感受 呃 我也是从角色出发吧 应该 如果没演过的角色我更加的兴奋 拜拜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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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